光复乡百年古刹保安寺新董监事会 一号正式走马上任 而今天也首度配合先政府113年度 第二次宗教交流活动 县长徐中卫率领县府各局处首长 以及地方各界共同为0403花莲地震天灾奇安 新上任的董事长蓝阳表示 将带领年轻化的团队 推动老庙环境设施设备的改善 打造一个友善安全的圣地 保安寺董监事会新团队 今天首度迎来县政府113年 第二次宗教交流活动 县长许正位率县府各局处首长 以及地方各界人士 手持清香 齐心合一 共同为0403花莲大地震奇安 庇佑花莲和敬平安过程庄严肃目 感谢众神护佑 0403花莲大地震 一切平安有三无损 正逢续其期间 恒请众神护佑 现尽云安如灾 创立于清光旭14年的光复箱保安寺 至今已经有147年的历史 为地方民众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今年管委会董监事会改选顺利 7月1号由前任董事长李传一交办给现任董事长蓝阳 董监事人员平均年龄下修至少15岁上下 整体年轻化也充满新活力 我们保安寺能够一团和谐 一片祥和这样 带动社会也和谐这样 我们保安寺还有很多建设还没有完成 陆陆细细的就是说 有一些以前围墙 或者说采光灶 或者说残障 希望能够慢慢的来建设 希望社会大众就是说释放大众能够继续来扶持我们保安寺 来替佛祖做事 保安寺新团队新起向 除了持续推动地方教育研席 社福照顾等社会慈善公益活动 董事长蓝阳也将带领新团队 推动寺庙环境设施设备的改善与优化 打造一个友善安全的宗教领袖圣地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